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许坚公参赞于周一上午会见了三一路冲突当中 遇害留学生严明的父母还有亲友 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慰问 并针对案件的后续事宜进行了商讨 严明及其父母的代理律师 严明的生前好友以及侨团代表到达领事部参加了会谈 许坚公参赞表示大使馆会尽可能提供帮助 并愿意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来帮助严明的家人处理好后事 中国大使馆一定会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也会发动女法的条件 能够伸出勇于之手 尽量地帮助他们解决在法国的一些实际困难 当再次谈到儿子的生前经历时 严明家人的情绪依然很激动 挺可惜的 我总觉得 他的理想还没有完就被总结了 从个人来讲 确实老年丧子 我挺没同的 对于使馆 学联 以及在法各界侨团在事件中提供的帮助 他们也表示了感谢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许参战 还有刘秘书他们 对我们这个事件非常关心 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还有严明的同学们 朋友们 在这儿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凤凰卫视 李萌威 邱子爵 法国巴黎报道